2022年的最后一天 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同时上演 从实时直播关注度来看 央视一起绝成 江苏和湖南卫视并驾齐驱 东方和北京卫视紧随其后 局长在各台晚会间来回切换 发现了不少亮点 这就帮大家捋一捋 杨幂创下收视记录 平台提前一年开始抢人 不愧是脸在江山在的话题女王 但秘密一出场 芒果台的直播关注度 就从2.0飙升到2.7 最后直接以2.77%的成绩 创下了收视记录 披草加入尖亮片短裙的 摇滚甜心造型 一出场就引发全场尖叫 独唱你怎么这么好看时 又甜又焦 和大张伟合作 月亮代表我的心识 马上又变得热辣起来 颜值是肉眼可见的回春了 难怪有业内人士透露 由于杨幂的跨年舞台 是真的能扛收视 所以两大卫视已经火速 向她发出了明年的跨年邀约 这年还没过完 已经开始忙着抢人了 关小彤眼线被骂 下台后紧急改装造型水平 一向飘忽不定的关小彤 这次又翻车了 一开场 她的眼线就引发了争议 又粗又长的浓黑眼线 把本来好好的大眼睛 被称成了迷迷眼 显老又油腻 粉丝们气得在广场上大骂化妆师 眼看着被骂上了热搜 关小彤赶紧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她在晚会见戏晒出了眼妆的细节 透露这次尝试的是羽毛眼线 只可惜在电视上看不清细节 所以效果才大打折扣 好在 关小彤和团队 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在第二次上场时 及时对原本的妆容进行了修改 眼线由粗变细后 果然一秒去油 恢复了平时干净清爽的样子 潘伟博回应胖了 我本人真没那么胖啊 潘伟博一出场 就把不少观众吓了一跳 因为从各个角度来看 潘伟博都比录披荆斩棘时胖了不少 不仅夏合线消失了 脸个是圆了一圈 录制唱跳节目时 潘伟博一直在努力减肥 四个月前还高调宣布自己成功瘦身 每天尽量只吃蔬菜 泡在练舞房 瘦了26斤 没想到 一场跨年晚会 直接暴露真实状态 因为胖空降热搜 潘伟博赶紧晒照回应 冤枉啊 朋友们 我本人真没那么胖啊 不过如果你们觉得胖 那过年后的我怎么办 哈哈哈哈 评论区网友们则纷纷调侃 哈哈哈哈 上镜显胖 我们都懂 好的知道了 你这个小胖子 他急了 他急了 众星集体跑调各台跨年晚会开播不久 难听的关键词就被刷上了热搜 首当其冲的是张绍涵 普通观众并非专业人士 说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但就是觉得难听 其次是薛之千版 雇勇者 被指跑掉每一个音都在扭曲 不少网友直言听完尴尬到脚趾扣地 正常来说 不能凭一首歌出现问题 就认为是歌手的失误 甚至全盘否定人家的实力 不过由于张杰参加的 也是同一场跨年晚会 也是真唱 但他的发挥就比较稳定 以至于出了个张杰修音响的热搜 所以 同场的歌手如果效果不是很好 那么被质疑还是难免的 除了这些惊动本尊的热点 局长在各台跨年晚会上 也看到了好几个让人惊艳的舞台 一个是邓紫棋的抑郁公主造型 每到让人一不开眼 古典宫廷风的礼服 配上空灵的歌声 塑造出圣洁纯净的舞台效果 Twins 这对姐妹花真的太康老了 40岁的蔡卓妍 41岁的阿娇 两个人合体同框 分明还是当年的样子 尤其是阿娇瘦下来之后 重回颜值巅峰 这线条优越的侧颜纱 谁看了能不迷糊 最后局长想问 2022年的最后一天 你是怎么度过的 这么多台跨年晚会 你看了吗 2023年已经到来 局长住院粉丝们 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大家小家越来越好 警号2023跨年晚会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